千辛负责人卢嘉谦他功称说 是向上游这家荣美化工购买油脂黄料 但是当时他们完全不知道里头 居然添加了有致癌物二甲基黄 这番话荣美现在踢爆了 说千辛曾经购买大约三公斤的二甲基黄 当时他们就特别提醒强调说 这些东西绝对不能用在食品里头 但没想到还是被千辛给滥用了 是谁决定要用二甲基黄的 是谁决定的 千辛化工负责人夫子应讯时 坚称不知道像化工行买的原料 里头居然还有致癌的二甲基黄 记者实地走访为在台南的这家化工店 业者证实千辛老板卢嘉谦 曾经来买油脂黄粉 但万万没想到店家特别贴景语 强调不能使用在食品里头的原料 居然被拿去做豆干 千辛买的油脂黄粉里头 就有二甲基黄 如果要制造200公斤的乳化剂 台南市卫生局估计 这半年来千辛已经买了三公斤的致癌原料 父子两口口声声说不知道 但一个曾经担任过国中理化老师 还是中原大学物理系毕业 另外一个则是化工科毕业 怎么可能不知情 豆皮的制作过程当中会有奇葩 它加了这个乳化剂 奇葩的状况可以改善 剪掉筒皮 千辛为了让油皮卖向好 口感佳 负质量丧尽天良 添加致癌物超过十年时间 受害者不计其数 现在不知找谁来陪 记者王少宇 郑怡萱 再见